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CCA到底是谁 他就是前空服务员 就是空中少爷 他就是我们的这个 RCCA Ensen He OK 他曾经是在新加坡一间 连航的航空公司 当这个空中少爷 是不是很多人都会 向往的一个高尚的职业呢 OK 因为也是他当这个空服务员 他是常住在新加坡 所以 他的这一份工作 都这样讲 很多人 看到他 那当空服务员 就讲当空中少爷 或者空中小姐呢 是一份很高尚的工作 但是对他而言 真的不是这样子的 只是你们看到他是很高尚 可是他必须很努力的去工作 他才可以拿到他要的 才可以得到他的这个 他所要的这个薪资咯 然后 他当空服务员的时候啊 他讲哦 其实他们工作时间啊 是没有固定的 然后 还有他们的那个薪水 也是很低 罢了的 大概是在薪币千二元左右 过后他怎样 除了这个薪资低以外 他还讲到啦 Anson还提到啦 他讲哦 其实啦 做空服务员啊 要增加自己的收入哦 就是什么很多嘛 你们知道吗 就是啊 你要 呃 你要增加你的收入的 这个方法哦 其实就是要 非长途的行班 不过哦 你要非长途的行班 并不是因为你讲要就要的哦 必须要 由这个上司和航空公司的这个安排哦 你才可以飞的哦 想看一下 打工就是这样子咯 不是由你决定哦 是由公司来决定 你的收入的 明白吗 然后 Anson也讲到啦 你这样子飞长途的这一个航空对吗 除了你的次数啊 要次数飞的多以外啦 次数多的话 相当 当然 那一个风险也自然会高咯 so 在他每一次 飞之前 他总是会为自己祈祷 一定要安全的抵到目 要抵达目的地 你看 在空中飞行哦 你是坐在那班机里面哦 你只能为自己祈祷耶 也是由飞机师来决定这个安危哦 所以 他 也透露到啦 他透露到啊 Anson也讲到 他透露到 他的那个航空公司啊 也规定了 所有的 空少啊 空姐啊 都好啦 空少啊 空服员啊 在每一次 登机服务 之前呢 都要必须哦 必须哦 都要做这个 服装易容的检查嘞 有一次哦 Anson他就是因为有这个 他脸上啊 有这个很严重的 这个痘痘的这个问题啊 而让到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顺利的闯关啊 没有办法过关啊 所以 因为这样子的问题哦 他就那时候 他当时候就想 心就在想哦 他一定要把他这个 皮肤的 这个痘痘的 这个问题哦 一定要解决掉 如果没有把他解决掉的话 他的收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耶 所以 他很幸运的啦 他真的很幸运的 他就找到了一个 适合他的美容食品 是什么美容食品 OK 或许有很多人啊 会因为一件 阿罗拉 的这个裤子 而接触到 BE 而开始了 他们的这个事业 但是 今天的 Anson Anson He 他接触到 他接触到 BE的这个原因 就是从 Manifix 胶原蛋白开始的 在他服用了 这个 Manifix之后 然后 他的这个皮肤啊 他的痘痘的脸 这个皮肤 得到很好的改善耶 他身边的人哦 也是因为他的这个皮肤 变化而感到惊讶 然后纷纷的身边那些朋友都去问他 诶 到底你的秘诀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改善到那么好的皮肤 就去问他 所以 就这样的 他的Manifix哦 就在他的这个圈子哦 开始热销起来了 开始热卖起来了 所以在他 在他开始这个BE的这一份事业的时候呢 当时候的他哦 他是 骑着脚车 去做Manifix的 是不是很群劳的一位年轻人 对不对 然后他的故事 真的 看到我都很惊讶 当时候我们知道的时候都很惊讶 哦 踏脚车都可以去坐到耶 真的 一个那么群分那么有心的一个年轻人哦 真的 任何问题都阻碍不到他们所要到达的这一个成功 所以在他加入短短的两年里面哦 Anson就成为了公司的这个RCCA咧 所以作为一名90后的年轻人啊 他对 Anson对自己啦 的这个弱点哦 真的是 直言不为的讲啊 言语间哦 他也是很感恩B1 因为B1 改变了他 以前的他 你知道他是讲的吗 以前的他哦 他是真的一个非常 那种 怕输的人啊 时常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他是90后嘛 就好像我昨天分享的一个故事 Rachel的故事 大家他们都是90后的 他都很自以为我 自自我为中心啊 而且 他很在乎哦 自己的这个外表 和别人怎样去看他 当他一遇到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这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的时候 小事的时候是不是 哇他就会怎样 哇他就会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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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怨一整天呢 很老耶 一个男生竟然可以这样子 但是现在哦 他学会 因为B1他学会感恩哦 然后他也学会到 啊 设身处想啊 就讲站在呃 怎样讲啊 设身处想 或者站在别人的立场 站在别人的出发点去想咯 过后他也关 也开始关心身边的人 也开始关心别人 也领悟到啊 呃 也领悟到什么是 助人为快乐之本的这个意思 他也更加 除了这一些他领悟到以外 他学到以外啦 他更加的珍惜和家人一起的时间 然后他更加学会什么嘛 做任何事情都是 会 学会了这个 三思而后行 的这个 这个想法 的这个做法 或这个思维模式 然后 再下来就是哦 他有讲到 他真的是在这个 呃 十小行业啊 完全是没有经验的哦 但是啊 他却发现哦 他却很surprise 发现到 为什么 BE可以那么简单啊 他的系统 可以那么简单的去运作啊 哦 他讲啊 前提是啊 你一定要拥有正确的心态哦 如果你今天心态不对的话哦 你真的很难是做得到 你一定要拥有正确的心态 ok 所谓我们讲的 99%的心态 1%的 这一个 啊 销售技巧 ok 有些人 呃 想预知这一份事业的挑战 和那个应对的方法 ok 其实哦 讲真的啦 今天只要你把你的心态哦 丢命的正确的正确的时候啦 再加上 把自己那种 狂妄自大的那些行为 放下来 就行了 不懂的时候 就要问 不此下问 问的越多 就懂的越多 好 so 在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会遇到有挑战的时候嘛 当遇到挑战的时候呢 不要想的太复杂 真的 简单就好了 不要那么复杂 很多时候啊 问题的答案哦 就在于我们的心态不了 我们的心它只要真的话哦 只要想的对的话啦 只要tuning到对的一个 呃 一个 一个 对的 那个方向的话哦 我们就可以正式发挥了 ok 只需要一个 简单的小动作 就可以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好比 打个比喽 你可以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你今天所使用的杯 所以 如果那个口 那个杯口 的某一处 有了一道裂痕的话 或者一个裂缝的话呢 如果你还是一直往那一个裂缝的那一个口 那道口 一直在往着那一边 一边喝水 一直往那一边喝水的话 想看一下 它是已经有一个裂缝 一个缺口在那边了嘛 你就一直往那一边喝的话 你的嘴会怎样呢 你的嘴 当然是会受伤咯 对不对 所以 不想让自己受伤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从 没有裂缝的另外一边 用来喝水 这样子你就不用让自己受伤咯 对不对 哈 然后 过后他还讲到啦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很群恼的 重点是在于 一定要选对一个平台去努力 要不然的话 今天哦 你如果付出再多再多的话呢 也没有办法改变你的人生 他非常的感恩 安森非常 他说到啦 他非常的感恩 我能够遇见 鼻翼 让 他 鼻翼让他 鼻翼让他 能成为自己人生的设计师 让他改变他自己的梦想 思维和生活数字 你也可以成为自己的人生设计师 这个 就是安森的故事 所以 他 他的名 他的 他也讲到了 真的 我们年轻的 年轻的人 年轻的人 尤其是 90年后啊 外眷 外眷的 这一些 年轻人 真的 不要再 不要 不要再 讲讲啊 不要再为 为那些 就讲 不要再为自己的那种自大的心扉 而 服侍 身边的人 来跟你分享 这一个 利益的这一个机会 真的有时候 打开心扉 来打开你的心 来去了解 来去多听 多听 这个机会的话 有可能你会从中 掌握到 寻找到 你所要的 那个 锁石 你所要的 那个方向 你所要的 那个生活 今天 只有你们 自己 才能成为自己的 设计师 才能 成为你自己的 未来的 这个主人 so 如果想多了解 我们 很敌意的这个创业平台的这个机会呢 而且又刚好是这个 副业刚需的这个趋势 这个年代 都可以来找我 或者是在 你身边有在做着 VE的家人们 都可以找他们多去了解 因为 副业刚需的这一个 时代 这个趋势来到 真的我们要抓紧 每个在我们身边的这个机会 有时候 我们 接触到的这些公司 或者是这种网络指销 我们都要认真的去看 去了解 到底这一间公司 是一间什么样的公司 它是否是一间正规的公司 然后 它还有什么 市场计划和产品 是可以令到你很轻松的可以在这里创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这一点 这几个 刚才我所讲的这几个 都是 真的 你们要仔细的去看 仔细的去了解 好 我并没有说其他的平台不好 只是你们要多了解 多了解了过后 你们知道你们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可以讲 比喻是你们 你们最轻松 最轻松 创业的一个平台 因为你今天你不需要去 顿货 好 你不需要去 凡送货问题 货源问题 好 然后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 在这一个平台 发光发热 好 只要你肯 付出 只要你肯努力 只要你听话照做 一定是可以做到 OK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 这个 RCCA Anson He 的故事 90后的这一位成功人士的故事 希望能 启发到大家 所以 想再了解更多的 真的 记得 记得 来找我 或者在你身边 并且在做Bien的家人们 OK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Live就到这咯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晚安啊 我们来看看 啪 有吗 什么 对